兄弟们,我之前介绍过碧柚的黑白磨砂和深层清洁 今次介绍洁净啫喱 为什么你介绍这么多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男士们也需要深层清洁 要清洁净啫喱,所以这些缺一不可 不要以为这些是女士们的专利,我们男士们也需要 这一款清洁净啫喱,其实有水润、清爽和不坏的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稍微比蓝色的深层清洁 虽然它的销路没有黑白磨砂和蓝色深层清洁那么多 但是我反而个人来说,我喜欢这一款更多 因为它介乎上述两支的中间位 没有那么坏紧,没有那么薄荷,但是也有清新的感觉 这一支它的保用日期,其实也要留意一下 这里写着是三年的,三年我们怎么知道 它的出厂日期就是在洗面膏的顶部 稍微看到,大约是这里写着2019年3月多 那你数回三年了,其实你都没有可能 三年你都用不完一支洗面膏 否则你的臉都挺脆的,对不对 三年都可以的,另外除了保用日期之外 我们都要留意它的生产地 生产地就是日本,迫有很多男士的清洁护肤品 它都是在日本生产的,品质一定保证 不用什么印尼,东南亚那些,信心没有那么大 这一支,它擠出来的效果,这支洗面膏 擠出来就像啫喱状那样的物体,透明的 它比起那支藍色的深层清洁,白色泡沫和黑白磨砂那支牙膏 那些很稠的,它介乎中位一点 它自己本身就是冰冰凉凉的,很清爽的 我觉得是适合在早上用的,因为你早上起床 其实都满眠有光的,没人敢疼你 你女儿不敢疼你,你老婆不敢疼你 那你用一支这些这样的,结症啫喱呢 其实就去了表面的油光 那当然,它不属于一支深层的清洁 那如果深层护理的话,适合夜晚用那支黑白磨砂 那去完死皮就会好一点 那这一支就适合早用 我自己个人来说,我就觉得 我喜欢这一支多个蓝色那支,所谓的深层清洁 而夜晚我就喜欢用黑白磨砂去死皮 那多谢大家订阅我频道 我送一支给大家,记得订阅我频道 记得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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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